溃疡性结肠炎案例 不少可是症状一直反反复复 时好时坏 直到2014年5月份 遇到原始点以后 才惊觉我的体力越来越差 是因为长期走错了 治疗方向 只中过不中阴 从2014年5月份开始 反复看张医师的光盘 停止了所有的中西药 并严格按照张医师的原始点理论 落实到日常生活中 一周后疼痛减轻 练血也减少到每天三次 两周后疼痛基本没有了 练血止住了 姜汤也从二两增加到三两 并在姜汤里加到了人参 喝到了两个人参以后 开始能下床走动 每天上下楼24成 体力越来越好 体重也从88斤增加到90斤 家里人很高兴 同年10月1日回家干活 干了三天又累倒到病床上 家人赶紧每天按腿三次 恢复24小时 姜汤也加到了干姜片四两 一周后恢复 从此以后发现 每次生气 老累以后症状就开始反复 于是开始调心 从行有不得 反求足迹开始 改自己的脾气秉性 犯事少别人的好处 认自己的不是 直到2015年7月份 大便基本成形 自今并再没有犯过 今天能站在这里 分享我的病例 是张医师 我的家人 还有原始点义工 无私的奉献 成就了我的健康 感恩他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